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通书根据台湾的教育部重编的国语词典的说法 这个通书有四种意思 第一种用法是说通两人心意的书信 通两人心意的书信 简单来讲通书就是跟人家互通书信 这叫通书 这是第一种解释 所以这个通书叫通两人心意的书信 这是第一种说法 例如说在史记屈原甲生类传提到 汉武帝怀念英年早世的甲仪 怀念英年早世的甲仪 所以他到处去找甲仪的后代 最后他找到了甲仪的孙儿孙子 这个甲仪的孙子名叫做甲家 所以在史记的屈原甲仪类传 他就提到孝武皇帝丽举甲生之孙二人至郡守 甲家最好学是其家互通书 这个通书的意思就是书信 写书信 这个写在史记的屈原甲仪类传 因为他说甲仪英年早世 但是汉武帝非常爱惜 觉得英年早世太可惜了 可是也不知道他的后代在哪里 所以汉武帝就找了人去找甲仪的后代 这甲仪的后代找了半天之后 他找到了两个人 一个名叫甲家 另外一个人不知道 他说甲家这个人是甲仪的孙子 这个人非常好学 所以汉武帝就召他入朝 就担任九卿 汉武帝找谁去找甲仪呢 的孙子就找了司马迁 所以司马迁就在这个屈原 史记的屈原甲生类传 他提到 他说孝武帝立 孝武帝即位以后 他的举甲生之孙二人至郡守 甲家最好学士奇家与余通书 也就是说他跟甲家之间 曾经有写过书信往来 所以这通书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通两人心意的书信 这是第一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 就是说在旧式的婚礼当中 旧式的婚礼当中 旧式的婚礼 男方要决定的取亲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是通知女方 也就是说我预定什么时候 要来你家去迎亲 这迎亲的亲书呢 请问女方家 这个日子究竟好不好 那这一种结婚用的书帖 也叫做通书 这是第二种用法 所以通书呢 在古老的这个婚礼里头 他被当成下聘之后 决定婚礼日期的一种书信 告诉女方 我预定何时到你家去取亲 这种书信也叫做通书 那第三种说法 就是择日书 择日书 就是择定及兄的书 原来宋朝以后 宋朝以后 把民间通行的隶书 就把它叫通书 民间通行的隶书 就把它通书 所以通书什么意思呢 通书是指民间通用的书信 通用的书信 例如说在明朝的这个西武记里面 在这个西武记里面 他写了一个这个 写了第二三回里面 他这样记载 他说师徒四人在芳香野岭当中 碰到一个寡妇 带着三个女儿 要召猪八戒担任上门女婿 所以孙悟空就劝猪八戒 他说啦 他说啊 这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 要召你为婿 我看啦 你也不用看通书啦 我们就是 择日不如重日 不如你今天就嫁过去吧 今天就嫁过去 那就嫁过去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了 因为你曾经当人家的上门女婿 因为在高老庄的时候 猪八戒也是当人家上门女婿 所以呢 在二三回里头 他就讲说 这个师徒四个人 跑到芳香圍林去 碰到一户人家 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 他也看上了猪八戒 所以也希望招猪八戒为序 所以孙悟空就嘲笑猪八戒 他说我看啦 也不用看通书了 你就直接嫁过去 这简日不如重日 你今天就可以嫁过去了 所以你今天呢 如果你也觉得OK的 娶一个寡妇加上三个女儿 反正你不是第一次当人家的上门女婿 就是鸡校猪八戒 曾有这么说法 所以通书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民间立书 所以叫通书第三种的说法 那第四种说法 这通书就指太极通书 太极通书 这太极通书是北宋大祖周敦离呢 根据先天太极图 根据他所写的太极图书 所做的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呢 就被认为简称通书 也就一般称为太极通书 或者叫通义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周敦离写太极通书的时候呢 写这个太极图书的时候 它只有两百多个字 这两百四十九个字里头 一般人很难理解 所以人家就去问周敦离说 你写的这个太极图书 写的太简单了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所以周敦离又写了一个 两千多字的太极通书 这个通书呢 这个太极通书 就也被称为是通书 也有什么 叫通义 所以我们接下来 最常见的通书呢 就是用来俗称皇帝的这个通书 然后这个通书呢 这种常见的通书呢 它是在这个历书里面呢 他把它摘要出来 也就是根据农历的基础上 所摘出的吉凶 他带了许多吉凶 当天吉凶那种历法 然后把这个历法 把这种吉凶的书 把它装定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通书 或者是也叫做历书 所以有人认为通书叫历书 那现在一般的地理师呢 他们会有红皮通书或黄皮通书 这个红皮通书跟黄皮通书呢 它写得非常详细 据说在宋朝的时候 这种历书有非常多种版本 那后来到南宋时代呢 有人就把各种版本的通书 把它集合在一起 就变成我们现在 在地理师当中常用的通书 这个通书里头呢 它的版本有非常多种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也可以买得到这种通书 那这种通书里头 基本上是以二世节契为主的这种致力表 然后呢 它包括每天的遗迹 还有包括每天的生效议程 那也一般人相信呢 这个通书可能是皇帝所创 不过这是言过其实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呢 由政府来颁布立书 用来公布呢 未来这一年的年号 还有节气节日 以及缓映出的自然界的变化 啊 台湾的这个立书里面 还有包括日出日落的时间 还有包括脏朝退朝的时间等等 这都会有记录下来 啊 所以这种通书是指导人民啊 进行农业生产的依据 那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通书所写的日子啊 也是作为公文书的依据 公文书的依据 因为当时的公文书呢 啊 它并不是像现在的 这个所谓三年一号二年一号 并不是这种 这种 并不是这种方法 而是用 它是用这个天干地制 来作为祭日的方法 所以在正午签发公文书也是这样子 然后这种通书呢 在战国时代呢叫日书 那日书呢 是由负责朝廷当中 负责天文的这个天文官 天文立法的官署来制定 用皇帝的民意来颁布 所以呢 用皇帝的民意来颁布了 所以就叫皇历 所以皇历 皇历也是这样子 皇历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皇帝的皇 一种是这个后面 这个封建王朝的皇帝的皇 所以呢 这些说法都是都可以成立 那后来因为签了皇帝 签了皇帝 因为他叫宏历嘛 宏历 所以叫历书呢 就不能叫宏历 就不能叫做这个历书 为什么要避讳 呃 乾隆皇帝叫皇历 叫做宏历 那你不能把这个历书呢 也用这个历这个字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历书这个历字呢 改成实现书 实现书 或者叫通书 通书 所以这个通书呢 他是为了避讳乾隆皇帝 因为他叫宏历嘛 那历书既然不能叫历书 那就改个字 叫通书 所以通书也有人认为 他就是皇民历的仪式 或者是皇历的仪式 那我们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通书 但是因为通书呢 这个书是因为很多这个闽南人 或者是南部的 华南地区的 很多人很喜欢打麻将 打麻将的时候 最忌讳输这个字 这个通书通书 那不是全部都输掉了嘛 所以呢 就通书这两个字呢 就大家真的不吉利 为什么呢 因为打麻将通书 那不是都输掉了嘛 所以他们就把书这个字 改了一个字 叫通书 原来都输嘛 那我现在把通书 书的全部都胜利 所以叫通书 所以这个通书呢 在南方地区呢 也都叫做通书 所以我们看到通书 其实是通书的意思 那为什么改成通书呢 因为通书呢 他的谐音呢 就是打麻将才能输掉嘛 所以他们的通书不如通书 所以一般的写法也有把它叫做通书 把他叫通书 那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一些通书历史的研究者 他的呢 大概在战国时期呢 就已经有这个所谓隶书的存在 隶书的存在 但是后来这隶书有的用刻的 有的用写的 有的用刻的 有的用刻的 也有把他表背成轴 那后来到了唐朝呢 因为他发明了这个 这个木板刻印 所以呢 木板刻印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有印刷 到了宋朝印的宋版书 宋朝印就发明了这个活字版印刷嘛 所以有一些官印皇帝 据说宋朝印的皇帝呢 这个朝廷印的皇帝呢 有高达三百万本 几乎基本上就每个人手上都一本 不过当时的皇帝是朝廷印刷的 也就是说他作为官方的一个版本的印书 官方版本的印书 那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呢 到了徐光启时代 徐光启呢 他因为当时西学东来啦 西学东来 所以呢 在徐光启时代里头 他就把西洋的历法加上 东方的历法 变了一个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 但是崇祯历书呢 印好了之后没有发行 这个明朝就魅亡了 所以明朝就魅亡了 所以后来到了这个传教士呢 又把这个崇祯历书把它改版 改版成西洋历法新书 西洋历法新书 所以作为清朝政府班定的 清年间所班定的这个历书 所班定的历书 所以当时在清朝的时候 为了要颁布历书 就由皇帝来颁布 所以呢 他们就在在颁布历书的时候 还要盖上皇帝的议席 议席 所以他们把它改成叫做 清定协计辩方书 清定协计辩方书 所以清定协计辩方书 所以清定协计辩方书 然后各家的地理师呢 他就根据这个清定协计辩方书呢 挂上各家的堂号 就变成了 就是各家堂号 就变成了很多 各种不同堂号的这个通书 到了太平天国之端的时候 因为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 他不相信这一套 所以太平天国 但是呢 皇帝又是大家所必须的 所以太平天国呢 洪秀全就把通书做了删改 他把通书皇帝里面的有关的禁忌 全部把它删掉 指示下节气 还有指示下礼拜天 把一些呢 跟宗教有关的这种信仰 把它全部删掉 所以呢 到了清朝先统年间的时候呢 颁布的律书里头呢 就把这些遗迹啦 冲煞啦 荒柜啦 榴莲啦 也都把它改掉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呢 有官方发行的通书 所以民国政府在初年的时候 曾经颁发过官方的通书 然后民间自己也订有通书 但是他们的通书的依据的版本 就是这个清定协计办方书 最后一版的清定协计办方书 据说是乾隆年间所成立 这个乾隆皇帝所颁布的 所以这里头就有非常多的通书的版本 那台湾的通书的版本 大概都出自于这个洪朝 这个洪朝河的继承堂的通书 所以台湾的通书大概都是写继承堂通书 而广东的通书呢 是出自罗家所传的这个崇道堂通书 这个香港所传的通书呢 就是蔡家的珍布堂所花钱的通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书有很多种版本 在台湾流行的版本 就是出自这个福建洪朝城版本的这个继承堂通书 流传到香港广州一带呢 是出自于广东崇道堂罗家所传的通书 所以它上面写崇道堂通书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蔡博勋的蔡家的珍布堂通书 所以呢 这个通书的版本就变成非常多版本 非常多版本 在这个版本当中 有一些人啊 所以一些通书的版本就因为不一样 不一样它的遗迹就会不到一样 遗迹都会不到一样 所以一般来讲 现在的通书的版本有非常多 那他们写的遗迹的版本 最早是根据宋朝人所编写的 但是彼此版本与版本之间呢 就常常呢 有一些不同 所以有时候 有些通书里面呢 对于这个宜价取 寄价取的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件事情 就找一本通书看就可以 你不要看太多本 或者看太多本的通书 你会搞不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会跟大家分享 通书这两个字 这两字它的意思 它大概有四种意思 那我们现在讲的通书呢 大概就是所谓的通圣 通圣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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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